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8月3号周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涨停半幅盘 那么首先还是对今天的大盘 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今天的大盘指数 是由于昨天并没有发生 我们所预想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早盘也是直接出现了 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现象 那么昨天整体的指数 包括很多的标的 整体的跌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既然没有发生预想的一些情况 今天的指数是再次继续出现 一个冲高的走势 盘中最高是冲到了3217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结果今天早盘走的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结果到午后是资金再次出现 一个出逃并且出现跳水的一个技巧 最终收到了3163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资金指数的跳水 一定是和资金面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首先先看今天北向资金的 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入情况 早盘的时候 整体的北向资金 也是形成出现净流入的 一直从十几个亿 几个亿一直到30多亿 但是午后 从我们的1.30分开始 整体的北向资金 就再次形成了一个净流出的状态 最终北向资金今天流出的资金量 是达到了10个亿 而我们场内的一个BBT大单金额 同样今天也是再次流出了 61个亿 那么大家从这幅图里面 也明显的能够看到 那么今天在1.30左右的时候 整体的资金流出的并不是很多 那么早盘的时候还有一些资金的进流入 但是随着北向的流出 我们整体的场内资金 也是形成了一个打压的走势 导致指数在1.30的时候 再次出现了一波跳水的走势 那么最终指数 是收到了我们的一个3163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短期在内 指数运行震荡的一个区间 已经由之前的3300到3140点的区域 回到了3150点到上方的3240点的一个区间以内 那么这里的一个区间范围 是比前一个区间范围要大的 那么在今天的复盘之前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的文章 对于大盘整体的一个点评 那么首先 周二依旧是处于空仓观望的过程当中 也是没有上车 也没有合适的标的 早盘是一波打压 恐慌情绪的释放 目前市场的情绪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要关注事件的发展 等待市场的情绪稳定了 在进场 依旧是安全第一 那么昨天是没有上任何标的 周二也是选择到了9家标的 分别是秦川 大港 联城 合力 明治 德联 黑猫 以及金晶科技 那么这9家标的在市场大幅调整的时候 依旧能够封版 说明短期内是有资金合力拉升的 较为熟悉的 有合力科技和大港股份 其余的四联版或者是历史的新高标的 关注度市场都不是很高 那么主力在机构高度控盘的标的 是不需要在集合金家有大基金去做抢筹的 所以很难在集合金家决定该上哪一支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一直没有去上车 其他标的的一个原因 那么包括近期前期的整体的操作都不是非常好 所以近期第一 没有去选择去上其他的一个标的 另外整体的仓位控制也并不是很高 那么这9家标的还是有些太多了 那么综合到的市场关注度的焦点 分别是秦川 大港 金晶科技 以及德联 世家 那么重点是关注这4家标的 看是否有好的上车机会 其余的标的我们依旧是做一个继续关注 那么今天的4家标的整体的表现 也是并不是很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秦川 秦川在找盘的时候 也是属于一个大幅的低开 低开的幅度也是超过了5个点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目前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最高的 那么秦川找盘一开盘 就跌幅超过5个点 所以是不适合利用涨停战法去上车的 那么还有一个 如果用人气龙头的低吸战法上车 第一波最好能够打到5的线 再去考虑低吸 所以秦川的今天没有选择去上车 那么尾盘的时候也是直接出现了一个跌停 那么大港 今天大港股份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在昨天的文章当中 其实大港也是之前关注了有一段时间了 包括合理科技 那么大港今天为什么同样的也是没有去选择上 因为原因是什么 因为在找盘的时候 大港下方的极客竞价 下方的一个买单的其实并不是很大 包括这里的一个高开点数 已经接近了5个点 所以大港如果在找盘开盘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打压的一个动作 那么最好是有比较合适的上车机会 结果大港找盘 是直接出现了一个冲高的走势 并且是直接出现了涨停 所以找盘的时候 也是没有在9点30分去挂单 所以这只标记 直接冲高了以后 也是没有给任何的一个上车机会 那么在午后的时候 也是随着大盘的一波打压 是出现了一波打开的 那么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个风板的一个动作 最终的资金风担量也是有1.3个亿 那么大港这只标的整体设计的是有半导体 今天的一个半导体 包括军工概念 是市场非常好的一个板块 那么包括急增电路芯片 今天的一个芯片 包括中芯国际 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 所以今天的一个大港 也是能够在尾盘打开的时候 再次有资金去做一个承接 那么在找盘的时候 大港在几乎接近涨停的一个位置 也是有一个5000万的一个卖单 在这里由于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风板 所以今天大港也是没有去选择上车的 那么再往下去看 就是晶晶科技了 那么晶晶科技 目前是首先的一个四连板 1234四连板 那么四连板是有望晋级成功的 那么晶晶科技 在找盘的时候 同样也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在找盘的时候 属于小幅的低开 而且往下打压的程度 是正好打压在五个点附近 那么今天又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同样也是在找盘的9点35分之前 上车了晶晶科技 同样利用赏停战法 在找盘正幅 只要在五个点以内 那么同样都是有机会去上车的 那么在找盘的时候 也是上车了这一次晶晶科技 同样整体的仓位不多 依旧是两成的一个仓位 去做一个以小博大 结果上车了以后 由于大盘整体走势是比较强的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震荡上弓的走势 但是很可惜 依旧是在一点半左右 只说包括我们标的 是再次形成了一波打压 那么最终今天也是收跌了4.7个点 但是整体的跌幅并不是很大 因为这只标的 找盘并没有出现一个冲高的走势 那么也是做了一个小幅的低息 所以整体的亏损幅度依旧不是很多 两三个点左右 那么再接着去看下一只标的 就是德联了 我们昨天关注度4个标的之一 那么德联今天整体的一个走势 也是直接出现了一个天地版的一个走势 找盘是直接涨停 涨停也是没有给机会去上车的 结果在午后的时候 是直接出现了一个阻力出货的一个走势 最终是被按到了跌停的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这只标的 也是只能去做关注了 那么毕竟今天的一个打印线 走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看了 今天很多的标的在一点半左右 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 也是由于资金整体面的做一个出逃 那么再接着去往下去看我们整体的其他的标的 整体的走势依旧也不是很强 那么包括像合理科技 也是 今天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跌停的走势 所以近期不管是资金的一个承接也好 还是接力也好 市场的情绪都是非常脆弱的 那么待会我们再看整体的六维战法 需要把我们的一个仓位控制到多少 那么包括像明治电器 今天都是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幅打压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去看文章 周一的BB大蓝竞争是流出了超300 在这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出现当日的资金流出的如此之多 导致情绪蔓延 那么资金也是流出较多 所以市场的情绪很不稳定 主要还是看事件的影响 接下来指数大幅走强的可能不大 那么主要还是在新的区域内震荡 上方的3240点在跌破以后将成为新的一个压力位 这也是压力位和支撑位进行互相转化的一个作用 指数将在3150点到3240点去区域内的做一个震荡 在开盘的时候也和大家说了 目前震荡的区域是3150到3240点之间 这里的一个震荡区域是比上方的一个震荡区域要大的 那么之前的一个支撑位跌破了以后 目前已经转化成短期的一个压力位了 那么再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六维战法的一个评分 六维战法的评分也是指评到了3.1分 对应是三层左右的一个仓位 那么正侦面还是以稳和适度为关键词 所以只要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稳步增长是重点 那么这里的政策面和消息面同样依旧也是只打了一个5分 昨天更新文章应该是在9点左右 消息面我们一直关注 关注到10点半 包括今天整体的一个新闻和我们预想的 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出入 那么关系到市场的走势 暂无明确的消息同样也是只维持了5分 那么人气面昨天是属于一个放量的 但是这里是放量下跌的一个走势 主要还是空方人气的一个打压 所以空方人气是占市场的主导的 所以这里的人气面是只打了一个3分 资金面是BB大量进额流出超300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了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任何时候说明资金的避险情绪也是进一步加强 资金面是6个维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资金面的大幅出逃 导致资金面整体的评分也是打了一个2分 那么再看我们的一个技术面 目前的技术面是跌破了所有的均线支撑 横盘一个月最终是选择了方向向下 昨天在盘中的时候也和大家说了 那么经过了长期的震荡 震荡的时间越长 那么后期在选择方向的时候 它持续的力度也就会越大 因为这里的多空情绪已经持续了很久 一旦选择了方向以后 在短期之内不可能立刻出现改变 所以在昨天出现了方向的选择以后 这里的方向选择了以后 不会在短期内立刻就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情绪的释放 那么也需要耐心的等待市场的一个奇问 等待市场的一个情绪释放 那么今天的一个一点半 再次出现了一个空方情绪的一个释放 那么情绪的释放正常情况 一般是维持在三到四天左右 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 一挨在再而三而结 那么这里的三 就是一个短期情绪释放的一个终点 那么短期之内 我们需要看3150点 能否形成近期的一个强力支撑位 那么基本面是重新回到了 前期的一个防守局间 保持低仓位观望为主 所以这里的评分 我们只评分到了三分 那么3.1分对应的 也是三成的一个仓位 所以我们今天 也是只上了两成的一个仓位 没有上其他的一个标的了 那么再来反观一下 今天大盘整体的一个走势 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 是再次接近了前期的3155点 如果短期内三天 一二三连续了三天的时间 没有创下近期的一个新低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短期的情绪释放 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 如果再接着就往下释放的话 那么就说明目前的情绪释放 依旧是完全没有到位的 那么为什么会说三天的时间 是说明近期的情绪释放 是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整体的涨停战法 我们也是利用三天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去判断目前的一个趋势 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局势 那么同样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说涨的过程当中 三天没有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同样也要看三天能不能够创近期的一个新低 那么反过来同样也是同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 目前今天是第一天 接下来的三天 也就是今天是周三 明天是周四和周五两天的一个时间 如果3155点能够形成这里的强力支撑 那么在后续 整体的情绪释放可以高于段落 另外一方面 我们依旧需要看事件的一个进展方向如何 那么在这里 我们同样给大家画了明显的一个区域划分 这里的3150点是明显的一个支撑 如果再往下去走的话 正好是达到3100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同样也是牛熊的一个分界线 这里 这一条线是怎么样去画出来的 从这里的一个高点连接这里的一个高点 正好能够打出来这里的一个切线 那么在这一条切线的下方 说明目前整体的行情是非常弱势的 但是如果能够在这条切线的上方 说明目前整体的趋势 还是处于一个上攻的走势 重长线依旧是处于上攻的走势 但是这里的一个牛熊分界线 一旦跌破了以后 那么指数再次进入到前期的一个 防守防御的一个区间当中来 所以我们短期之内 有两个支撑需要去关注 第一个是3150点 在三天之内不能够再继续往下破了 如果破了的话 那么短期之内将要形成下方的一个 3100点整数关口的一个强力支撑 所以我们意想当中的 这里能够作为一个强力支撑 但是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 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尊重市场 市场才是我们觉得做的对的 那么所以这里的一个六维战法的一个评分 每天也会根据实际盘面的发生情况 去达到一个控制仓位 控制风险的一个作用 那么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 已经选择了向下 而且各条均线都已经完全跌破了 下方只有两个支撑位 3155 3150点 包括下方的3100点 这两个关口是作为短期的一个强力支撑 但是我们依旧也需要看事件的一个发展情况 那么如果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即使跌的是如果是非常多的情况下 逐步的去跌进3000点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中长线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良机 那么如果往下走的越多 那么下方的一个政策 政策底的托底的效应 同样也会凸显出来 因为目前整体的市场 是不希望有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基本上还是以稳定运行为主 所以往下走的越多 对于中长线来说 尤其是赛道板块的布局 反而是一件比较好 更为安全的一个情况 那么讲解完今天的一个大盘 和我们的一个文章 我们再看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加做 今天的涨停满加做 又再次少了不少 因为在尾盘的时候 是再次出现了一个跳水的一个情况 今天也是只有60多家 那么这60多家 我们是依旧一支一支的来看 那么近期整体强势的标的 都是属于被打压的一个阶段 所以目前整体的仓位 依旧是不要控制的太高 而且目前市场 也是不适合去追高的 因为一旦出现了追高以后 市场一旦出现赛道的反弹 那么这些高位的标的 相对来说 至今就会有出现避险的情绪发生 那么赛道和市场的连满标的 一直都是属于翘翘板的一个效应 今天不仅是赛道出现了打压 包括市场的连满标的 也是出现了打压 那么也是大家也能够明白 也是受到了某些事件的一个影响因素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情绪的一个释放 想要等待指数起稳 一定要能够站上短期的一个5的均线 如果连5的均线都没有办法站上 或者是10均线都没有办法站上的话 那么短期真的也想要起稳 基本上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 不仅是我们的一个技术面 同样也是我们消息面的等等的一些消息 那么最为重要的六维战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资金面了 资金面昨天出逃了300多亿 那么在今天一定不会这么快的去进行一个回流 如果说短期之内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风险的话 那么资金不可能流出这么的多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把资金面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去做一个分析 今天的一个北向资金抄底了以后呢 也是再次形成了一波打压的一个走势 那么大港也是我们近期关注度比较多的 那我们再次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来 虽然说今天是没有机会去选择上车 但是呢我们依旧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关注点 那么像今天的市场当中 像军工和半导体走的是比较强的 那么大港呢依旧可以有关注的一个目标 今天整体市场走的比较弱啊 所以市场呢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手板 那么这些手板呢很多呢都是在20均线附近 那么基本上呢我们也是暂时也是先不考虑去参与啊 因为目前整体的仓位呢已经达到了两成 目前呢只适合小仓位呢去做一个博弈啊 这样整体的风险呢才能得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控制 毕竟目前市场呢还是走的比较弱的 那么接着再去往下看手板啊 我们暂时依旧是先不看日营电子 也是在今天呢走出了一个四连板的一个动作 像目前走出的一个四板呢 如果资金有承接可以去做一个博弈啊 但是呢目前呢依旧是不适合去追高的 这里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 再看它的一个财务面啊 股东融缩0.9人均持股度9000啊 是属于一个小盘 那么净利润呢也是0.03 整体的各方面呢都还不错啊 所以呢四板以上我们继续加一个关注 正常四板基本上呢都是有短线的资金去做一个博弈的啊 我们先把它加入到自选 有合适的机会呢我们就考虑上没有合适的机会呢 我们就继续去关注 看后期能不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牛啊 中天啊这里的很久很久也是目前的一个二连板啊 天窝是三连板 那么首板呢我们暂时先不看 因为近期的刚市场刚出现一个反弹呢 首板一定会非常多的 那么市场呢同样也就会出现分化 我们尽量呢还是以市场的人金龙头为主啊 耐心的等待市场的一个情绪释放结束以后 看有没有更加合适的一个进场以及加长的一个机会 那么群星呢也是目前的一个二连板啊 这里的一个标的啊都是首板 首板呢也是目前市场处于大幅调整过程当中 20线走的比较强的附近可能会出现不少的一个首板 但是这里的一个首板呢想要去参与的话呢 依旧需要注意题材啊以及板块方面的一个轮动 那么今天选择到的标的啊 其实也是已经宣布选择完了啊 那么选择到的标的呢是只有两只 一个是大岗是属于这个半导体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日营电子 日营电子今天呢也是属于这个汽车零部件 涉及到新能源汽车以及汽车芯片等等的一些板块 那么目前市场当中呢 日营电子走出了一个四连板加速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适不适合上车 我们需要根据盘中的情况 以及目前突发事件的一个走势去做一个判断啊 那么目前上车的呢 是只有一只今天的一个精进科技了 整体的跌幅呢并不是很大啊 今天呢也是受到了事件的一个影响 出现了一个打压 那么只要在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留 因为这里的第一波走势 是一定不能够跌破五字线的啊 跌破了五字线 说明短期的趋势将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的耐心的去等待 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摆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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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